全油管最快新闻,韩国国会在21日通过关于罢免总理韩德珠的议案,这是韩国国会首次通过总理罢免议案。 议案以175票赞成,116票反对,4票弃全通过。 此前,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向国会提交了这一议案,指责韩德珠的处理方式不利。 然而,据韩联社报道,虽然国会建议罢免的议案没有约束力,但韩国总统尹锡悦接受这一提议的可能性很小。 尹锡悦此前也拒绝接受国会通过的建议罢免其他高级官员的议案,这一事件加剧了韩国的朝野关系对立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